一号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在新年的第一天 于中爪哇沈日耳特区马里约波罗和民众一同追忆过往 2024年的第一天一号总统候选人阿尼斯与家人 在日耳的马里奥波罗地区一同追忆往事 在这里阿尼斯回忆起童年时与祖父在一起的情景 之后阿尼斯还前往日耳伊斯兰大学公墓祭奠父亲 阿尼斯的父亲拉希特于2013年的9月13号去世 享年79岁 2号副总统候选人基布兰年初在卡布的斯拉根县 开展竞选宣传活动时 听取了心机离乐左乡的农民中小微企业家 年轻企业家们的心声 基布兰倾听是他吸收社区意见和投诉的方式 从专注于开发年轻人潜力的青年组织开始 他认为该组织的青年可以管理极利雷霍村尚未开发的旅游潜力 之后还与中小微企业的女企业家谈到了有关在当地渔业水库培育幼苗的教育 请听了农民们抱怨政府最大限度的分配极利雷霍村的玉米收成 希望齐布伦继续执行左科威总统有关土地认证合法性的计划 三号总统候选人甘贾尔再次提起了用于 关供应社会远助的身份证数据集成的计划 该计划可用于更正确的按目标分配社会的援助 甘贾尔承认数据的集成是一种解决方案 因为他经常收到有关难以获得帮助的投诉 该援助项目是甘贾尔持续推动的项目之一 昨天在参加三宝龙一个廉价石油及时活动时 他再次提及该身份证数据集成计划 MetroTVExtend Agora Download MetroTVExtend Sekara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